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蛋糕能做到千变万化吗 还有近来流行的翻糖蛋糕 又是什么呢 又到了头家换我当的答员了 这个蛋糕除了很好吃之外 如果在盖子掀开的那一刹那 让对方觉得很惊喜 那送蛋糕的人会特别有成就感 现在市面上越多来越多人 做造型创意蛋糕 今天我们的头家换我当 他做这个造型蛋糕 是非常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这段影片 把糖焊油拌匀 加入面粉 打发蛋白 林云安正在做的是一般蛋糕的程序 但是做好蛋糕 外形可就很不一样 皮包 卡通公仔 正值钞票 啤酒罐 只要客人说得出来 他几乎全都能够办到 小爱还曾经帮央行总裁 做过一个黄金纯折蛋糕 旁边站着笑颖颖的彭淮男 还帮一位挨莫的顾客完成心愿 把全家人全都捏进蛋糕里 让他印象深刻的 还有用蛋糕做出了一幅现代化 因为它很多细微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直接用鲜奶油 它就直接有很多质感 所以我们是用翻糖 就是鱼肉下去一点一点刻 然后再慢慢的鱼上去 曾经开过店面 手下带了三四个助手 但接单多开销也大 他回头变回个人工作室形态 只通过网路下单 累积十年以上的经验 让他一天做六到八个很轻松 随着重机开放 摩托车成了小安的热门招牌 就是要一边看照片 然后一边大概摆摆一下这样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的地方 还是打基底的部分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细微的部分 所以你刚才做过多少型态的摩托车 多少型态 很多耶 至少有十几种 隐形把手称牌全都细腻地组合在一起 有不少人收到之后根本舍不得吃 干脆留起来变成百事 不过小安说这样很可惜 因为她的蛋糕不只好看 材料都很讲究也很好吃喔 好 欢迎我们的头家林玥安 林小姐 大家好 还有各位一起参与讨论的顾问 千润气管谷歌公司的副总经理 杨凤梅 杨老师 然后主持人跟林小姐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玥安也带了一些蛋糕来 其实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很多蛋糕 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很棒很漂亮 今天带来又让大家很惊讶 右边的这个是一个麻将对不对 一个造型 所以它的整个麻将都已经呈现在上面 中间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高耳敷球的一个造型 中间有一个人在挥杆 小安 所以这个人的造型 他是按照这个定的人 他的造型做的吗 对 他就是寄图片给我们 然后按照他想要的人像的 样子下去捏制的 可能可以送给爸爸 就很爱打高耳敷球的人 爸爸现在很多可以按照他的脸去做 收到一定非常惊喜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 老师你觉得他的作品 现在看起来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棒啊 那种感觉 那个摄像味一看就觉得 这很强欸 我就在网路上看到的时候觉得 有那种冲动会想要第一个 真的喔 因为实在太精细那种感觉 第三个是我特别低纸的 是我们中式的麦克风 有没有很可爱 而且不要看它只是一个 好像它是一个造型 然后它其实里面真的是蛋糕 对 都是蛋糕 所以外面这层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这种叫翻糖的东西 翻糖的成分是什么 它就是纯糖跟那个食用的那个动物胶下去 打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的口感吃起来是硬的还是硬的 有点像软糖这样子 软糖这样子 那切开里面呢 里面就是蛋糕体 然后还有内馅加成 就是看你可以自己挑选 你想要夹的内馅这样子 所以内馅可以有哪些选择 一般的 一般就是普通的草莓 蓝莓 黑樱桃啊 芋头 巧克力 布丁 那些大众化的我们都有 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高尔木球 这个人本身他也是翻糖做的吗 对 他翻糖捏的 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上面的像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很精细 其实旁边还有小石头啊 这些也都是巧克力或翻糖做的东西 巧克力做的 巧克力做的 然后上面还撒了这个 好像果领的东西 就是奶油嘛 然后这个上面像石头的东西是 那是麦粒爆米花 麦粒爆米花 所以其实都是食材啦 不过我们知道说像做造型蛋糕 其实小安妮已经做很久了 你可以算是创始店家了吧 都已经大概几年了做这个 做造型蛋糕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吧 然后自己开的话是八年了 其实也是已经很久了 而且这一段时间你来慢慢陆陆续续 越来越多人在走这一块 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像 因为这变成其实竞争蛮大的市场 可是它要突破 或者是说让大家注意到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啊 就是我觉得 目前就是造型蛋糕 因为太多人做 所以一开始可能大家 观众或者消费者不晓得 谁是第一个请做的 然后后面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创意 还有些技巧 他的手的技巧 像他念这个人的那个手的那个巧度 已经有点像是雕塑师的那种 就是很好 对很棒 然后我有看到他的作品还有像 林书豪的或是汽车钢弹的 那个部分那个手作的功力要很强 所以从照片上看起来就已经很 就是很吸引人 很厉害 看到食品更厉害 对耶 因为这个样子 我现在看到就觉得很惊讶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竞争来模仿 那模仿的时候 其实我上网看了一下很多 几乎照片跟他一模一样 所以人家会用你的照片直接去贴 然后他冠上他的品牌 你有去调查过或去注意到 别人扣比你这样的一件状况吗 我以前遇过一件比较扯的事 我刚好去台中那个网吧 然后路上有发传单 结果我一看那个传单 诶 那个是我蛋糕的照片 根本就是你贴的照片 对 他连我前面的mark都没有去掉 就直接放在他们的圈传单上面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扯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小燕她的这个蛋糕的一个资本资料 请导播给我们Cue一下 她的一个基本的创业的一个资料 她创业的时间呢 其实是2005年的7月 那就是8年前 准备100万元 那每个月的营收 这是现在嘛 对不对 每个月的营收大概是15万 那每个月的成本是6万 诶 所以其实这样子减下来 还是赚了不少 因为以前可能有很多电租啊 人员啊什么的开销 那老师对于她这样子 反而是回过来做工作室 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用工作室的角度来说 她一个人做 她这个营业额这样子跟 是蛮好的啦 说真的 她这样做是蛮不错的 不过就是那个还是回到量的问题了 你要做得很精致 那个量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那么快出来 可是像这个 这种东西捏的这个技术 也是你自己学的吗 没有啊 其实一开始 我不会捏这个啊 那是怎么会的 呃 就慢慢练习啊 捏多一点的话 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捏啊 那你都自己用翻糖捏吗 还是用拿黏土来练习 没有用翻糖 因为我毕竟翻糖它比较软 那跟黏土的材质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习惯这样子的食材 但是你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就越做越熟练 所以现在就等于说 是已经非常上手了 对啊对啊 通常像这样的造型蛋糕 你 我知道你做了非常非常多种 有一阵子很流行皮包 对 那现在比较流行哪些类型的造型 现在比较流行重型机车 还有一些像变形精掉那些 就是现在 呃 卡通流行什么 或是电影流行什么 就会流行一段时间这样子 我们刚才在影片看到的 那台哈雷机车 通通都是整个是用巧克力 嗯 捏出来的 捏那样一台摩托车 你要捏多久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就可以捏完了老师 有没有觉得很强 很强啊 对啊 就我看那个东西就觉得 要把它做那样子 他这个 刚刚我看这个人物一直让我想到以前 小时候看到那个捏面人 对 我也会想到 所以我刚才会问他说 他是用捏面人去练习 因为感觉那个形态也很像 很像 因为以前捏面人也是手很巧 他可以捏到 真的跟真凭很相近 据我所知 因为我自己的学生当中 有很多人对这类的东西有兴趣 那大家都想要脱离 那个传统蛋糕业的模式 对 而且现在蛋糕觉得很不特别 收到蛋糕又怎样 已经不惊喜了 对不惊喜 而且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 一些很奇怪的ID 对不对 年轻人喜欢哪一种 特别一点 特别就是搞怪的 比如说像蟑螂大便 什么 现在年轻人的想像力 还真是有够给力的 连蟑螂大便造型的蛋糕 都想得出来 下段节目中 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蛋糕 别走开哦 年轻人喜欢哪一种 特别一点的 特别的就是搞怪的 比如说像蟑螂大便啊 或者是情趣之类的 情趣的对不对 像那种比较那种 情色一点点的那种 因为像收到的人 就会觉得很特别 对 可能会很惊喜吧 可能不敢吃 如果主持人收到那个 排泄物吗 model 女神造型猛男 女神造型猛男 你会有什么反应 应该会想说 真的是 这是来整我的吗 之类的 但是其实因为网路上 有时候也会去转说 那种造型蛋糕 图片都很漂亮 结果收到之后 之前不是有一个很流行吗 大陆的那个造型蛋糕 就收到之后就很傻眼 就跟食物差很多 差很多的 对 所以老师会不会建议她说 怎么样让她可以更突出 就让别人知道说 其实她的食品很厉害 我觉得她已经是 像我们现在看起来很OK 但我不知道她送到 消费者的手上 她会不会变形 就是可能最担心的是变形 所以我刚刚有问了一下 如果你的包装盒子 差不多就跟一般蛋糕店差不多 因为你的固定 你今天自己送可能没有问题 或是顾客自己去拿 没有问题 就是你照那个宅配啊 宅配那个送东西就是 你很难控制 他送东西的那个品质 真的 那如果摇晃一下 像其实我自己去提理 也会这样 我摇晃一下 那个就变形了 你有碰过真的因为 宅配结果形体有损坏过吗 还是会有啊 这个当然都会有啊 那怎么办 一般我们就是跟客人讲说 我们补做一个 那如果说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的话 就想说那下次你们 家有人生日的时候 我们补送你一个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个后续服务 补做一个来得及吗 通常是比较来不及 可以啊 如果说她早上给我们反应 那如果说在台北市的话 台北线的话 我们做好之后 傍晚就可以送到她手上 如果当天补得到的话是还好 因为大概会订这个一般都是有纪念性的 比如说生日啊 纪念日啊 或是节庆 可是过了这个时间点 她的那个意义就 就根本也不需要做蛋糕了 对 就会有点可惜 你有做过印象最深刻 很难度觉得很难的吗 很多啊 都很难 都很难 因为她已经做八年了 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都有 对啊 随便想一个来 只是像有金曲讲的啊 或者是 像刚刚影片上有个很多人偶的那个啊 因为他们是每个人偶 包括动物的那些细致度都要做出来啊 就一个一个捏他们家的所有的人 把它捏在同一个蛋糕上 真的是很厉害 就按照照片做 这已经超越蛋糕的境界了 如果把中华队的成员 把它做起来的话 应该会很难吧 真的 而且你又要认得出是恰恰跟那个 他的脸 王建民要认得出来 对 要认得出来 那个背号写上去就知道谁 会想要再多一点 就是未来的整个目标的规划 还会想要再扩展吗 还是你觉得你很安于 现在目前的接待的情形 呃 现在人都不喜欢吃这种甜食吃太多 所以我比较想要往那个 比如说是一个人可以吃到一个 但是它一样也是造型的 杯子蛋糕吗 嗯 类似 或者是长条形状或者是 就是不是以这么大的为止 就分量缩小 然后样子缩小 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杯子蛋糕也很流行 对 刚刚最想就是补充这一点 我看到它的我就想到就是说 其实它可以把它做成小的 然后各种不同的东西 甚至连一盒的包装都把它改掉 比如说一格一格的 那一盒里面就有好几种蛋糕 对 而且你就不一定生日的时候送 平常就可以 对 你可以走礼品市场 嗯 就是纯粹送礼 或说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馈赠 不一定说一定要有纪念日 或是什么那个有意义的节目才发生的 对 而且现在是其实也蛮多人在做这种 很可爱的杯子蛋糕 很多 然后小女生都超喜欢 那杯子蛋糕可能它的 而且它的细致度绝对不会输给他们 嗯 那你就是目前创业到现在 因为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了 你自己觉得做蛋糕对你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把做蛋糕当做是一种 像艺术创作者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比较不同于一般的西点师傅这样子 所以我不会 现在目前不会在乎说 我每天的量一定要冲到什么 十几二十个那些的 我们就把每一个的精致度做好这样子 是目前的走向 你的成就感就来自于 当你把这个蛋糕完成的时候 然后会觉得消费者会很喜欢你的蛋糕 所以你就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对啊对啊 会希望未来长远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会放在哪边 什么样的目标 比如说成立自己的品牌 以后就是变成这个造型蛋糕 就会想到你 会不会想要走那么远 还是想说现在目前这个状况 我觉得还很OK 以前是觉得说 如果现在不是有什么多什么 呃 那个叫什么 呃 工作坊 就是国务馆那一种 如果假设以后有一个造型蛋糕 博物馆还蛮屌的 我觉得 嗯嗯嗯嗯 但是现在应该就不会 那个 那个就比较真的太久远了 需要长期规划 嗯 对 要到有一个阶段才可以 可能要累积到某一个程度 才能这样做 所以总体来说 老师会想要给小燕什么样建议 我觉得他刚想那一块 其实是 虽然久远了一点点 不过 如果说你用你自己的品牌 我老师没记错你品牌名称叫开膛手嘛 嗯 对 那个 听起来算有点 听起来蛮恐怖的 有一点 对 要看字才知道 真的 这个糖 对 但是他那个 你的 我刚听你的心情就觉得 你是把他当作一个 艺术的 创意的东西在经营他 你不是把很商业化的去看待 不过回来说 你要做到一个量 或者说 业界认同你 其实 应该说在我们行销上 有一种称法 就是说 我们除了蓝领白领 还有植领 对 比如说 他可以走这个领域的最专业的 像阿基什一样 就是说很专业很顶尖的一个人才 达人 对达人 那你可以到这个程度 那到这个时候 你要释放出来 不是只有作品而已 包括你的技术的传承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营造出来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未来的那个梦想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难做 说不定以后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教人家 怎么做造型蛋糕的一个工作室 现在很流行啊 很多贵妇喜欢来 学这些东西 有很多 对啊 他如果这样慢慢 他变成一个时尚的活动 他就不再是 但是贵妇可能就是学插花 做蛋糕给老公吃 天哪 听起来就多么吸引人 他们就平常都会下厨去做东西了 其实很难 如果开爱做这个的话 应该更好 对 所以呢 不要这个安于目前的现况 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对 可以把自己的东西 可以做得更好 也做得更多 今天非常谢谢小燕 然后我们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欢迎收看小资赚大钱 您喜欢养什么宠物呢 大部分的人喜欢养狗 有些人喜欢猫 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不一样的 今年是十二年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养蛇 等一下 先不要转台 也许您看完我们这集的节目 会觉得蛇没有您想象的可怕 而且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来宾 第一位是帕首类 以及养蛇的达人 潘医生 潘先生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自己本身养了不少蛇的 李继人 李先生 嗨 你好 今天我们看到两位带来了 我们整个棚内都是蛇 但是不要紧张 这些蛇应该是所谓的宠物蛇 我们来介绍一下 现在其实比较夯的市面上 大部分比较多人养的是哪些种类 目前我今天带来是有三种 比如像是这一缸的玉米蛇 然后这一缸的球蟒 球蟒 就蟒蛇类的 还有你们旁边的金黄色的黄金蟒 这只黄金蟒 因为我知道玉米蛇好像大部分比较多人听过 为什么玉米蛇好像是算比较入门的蛇种 因为它比较可爱还是比较便宜 其实它搭起来不会像蟒蛇类这么的粗 很长 它属于比较细小一点 所以它颜色也比较多变 所以比较受人家喜欢 而且它一开始小吃的单价不会那么高 不会像那种蟒类 弄一些黄金蟒大型蟒 价位那么高 所以一开始 会从这种幼蛇开始有先饲养 所以今天像你带来这种 它们还算是小蛇吗 还是比较 对 它们现在还是 应该算国小生而已 国小生 还没长大就对 还没成年 好 李先生今天有没有带你 他你养了蛇 你养了不少蛇 你养了多少 我养一养差不多七八条左右 七八条 对 这些其中的五条 家里七条要两三条左右 你家可以开蛇幼稚园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是哪些种类 你看到这些后面柜子都是我带过来的 对 那它品种上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看蛇好像每个都一样 事实上你们看这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 都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跟我们介绍哪些种类 它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是就是刚才我看先生所说的玉米蛇 所以这只是比较大 应算长大的了 这算成年了 大学毕业 对 已经算大学毕业 已经成年了 就是我们人的出社会样子 已经出社会了 对 已经算成年的 那这个 这个都是蟒类的 它是算树漆蟒类的 树漆 像不像这种黄金蟒 它是那种算在地面的 它是算树漆的 是会攀在树上的那种蛇 对 它会攀在树上的 好 这只小小的黑蛇 这只人称的王蛇 就是它在国外以外 是像响尾蛇之类的毒蛇 所以它是有毒的吗 抗毒免疫的 对 王蛇它的对它设置在这边 所以它俗称王 这个意思在这边 所以它是有毒的蛇吗 没有 它是没有毒的 没有毒的 对 没有毒的 讲到这个有毒没毒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潘先生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怕蛇 尤其是女孩子觉得 蛇好恐怖 而且除了滑溜溜的感觉之外 还很担心被蛇咬到 可是你看 你现在在把玩它 它会不会真的会咬人呢 其实蛇不会可以咬人啦 因为一般这个人 我们从小饰养长大以后 其实他蛮习惯 跟我们的相处模式跟方式 其实他不会可以说 它是把人当树爬来爬去 对 只是说 因为一开始 如果我们是要遇到蛇 当然他为了防御动作 他以为我们 我们这么大一个心体靠近他 他毕竟心体是比我们小 他以为我们是要攻击他 或者是杀害他 所以当然他也会有一些反制的动作 想攻击我们 但是一般我们从一些蛇 如果从小开始养的话 其实大致上都不会有 想攻击人的动作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 还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养殖的时候 还是不要去 万一他会真的突然咬我们 哪些动作是特别不能做的 像客人要买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说 像蛇基本要脱皮的时候 他一般他的眼睛 会呈现白白乌乌的 白白乌是他脱皮的前奏 他那时候比较看不到 警觉性会比较高 那时候我们就先不要去抓他 去waste 因为你这样去抓他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 搞不清楚 对 搞不清楚状况 你要去抓他 有可能会被咬 但是不一定 就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会跟客人讲解说 不要去碰触他 是最好的 一防万一 对 那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那么多人怕蛇 可是为什么你会喜欢养蛇 蛇给你的乐趣到底什么 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蛇 其实当初是从幼稚园的时候 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那什么 像动物园嘛 然后我就看到蛇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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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想说 我喜欢 很想养 可是小时候其实没有资金 是没有要养 而且你爸妈听了 应该完全就不准吧 对 他其实 第一个就是不准 你不准养 可是在心里想说 我一定要养 我终于一天一定要养 就是出社会之后 当完兵了 有自己的工作之后 我就开始养了 所以这里面有你的第一个 第一只其实是这一只玉米蛇 我人生第一只 童物蛇是这一只 也是跟我陪伴我最久的 所以是你的老朋友 对 像老朋友 好 那现在这几只你带来的 有你的比较喜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爱蛇的原因 就是养蛇的乐趣在哪里 养蛇的乐趣其实就是在 可以观察它 对 你们像 一般像什么 他们 我们看到的蛇 都在电视上看到的嘛 对不对 我们在养的时候 可以邻居在接触它 可以观察它的生活习性 比如说电视上 人家介绍之类的 对 例如说你会观察它的 假如说我先拿一只 我这一只玉米蛇出来好了 好 这一只是我第一只宠物 你会帮它取名字吗 其实不会 对 它已经蛮大只 所以它到底养了多久 可以变少这么大 已经差不多 也有两岁多了 它会跟你有感情吗 我个人觉得是有 对我个人觉得是有 但是 养蛇不可能像猫狗一样 叫它名字 它会过来 对 它其实不会 它之前就是有逃跑过的几乎 逃跑过 也叫不回来 对 不太可能吧 然后还有它的观察 它的饮食方面 饮食啊 讲到饮食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要问一下潘老板 养蛇蛇吃什么 会有像狗猫一样喂饲料吗 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吃 哺乳类活体居多啦 活体就是 饲料是 他们比较不坚守 活的小动物吗 通常我们在喂 我们都是喂 那个小白鼠 小白老鼠 小白鼠我们有分 活的跟冷冻的 通常 因为现在那个小白鼠 其实都是有分之常伸出来的 所以就不用太去 太在意这种东西 那你喂的话 其实大部分我们台湾买的话 最本来是以活饿居多 我们讲活饿就是它是活的 但是在国外的话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 冷冻的居多 因为他们的饵料 比较难买到活毛鼠 对 比较难买到 所以他们 因为他们要长途趴射很远 才能去买到饵料 所以他们很习惯 就买冷冻的过来味 但是一般在我们台湾 饵料算蛮好取得的 而且他们的饵料来讲 其实也不算很昂贵 对 像一般你的活饵 小白鼠在外面买回来 一般是大概15块到30块左右 一只 那蛇多久要吃一餐 而且他们比较省 他们是平均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餵一次 一个礼拜吃一餐 撑一个礼拜 对 一次就是吃一只就好了 所以他们吃起来还蛮省 对 当然了 你想天气好 比较温暖 比如像夏天这样 你想让他多吃几只 比如说吃到两只 三只 他有没有办法吞得下的话 这样是OK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小老鼠不会跑吗 会 但是基本我们是容器 会把小白鼠放进去 蛇其实他自己就会 蛇性就会出来 就会去探气味 他自己就会去找那只小白鼠 他会把他捆起来 还是一口把他咬死 聪明蛇的恐怖画面 聪明蛇 一开始他们其实都会 会瞄准 瞄准蛇 不是 瞄准小孩 猎物 对 瞄准猎物的接近头的地方 就咬下去 咬下去它会残 会捆住 然后一直勒一直勒 勒到那只 窒息 那只猎物不会动为止 如果它会动它会继续勒 勒到它完全不会动为止以后 它才会找活体的 那个耳料的头的地方 慢慢把它吞进去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像这样子 比较 比较恐怖的画面 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就是说看 养蛇去活生的 去抓一只小猫鼠 其实还好 还好 对 还好 真的喜欢养蛇的话 其实这个一定要能接受 要能克服这样子的生意 你要克服说 它吃这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克服 其实你可能不太适合养蛇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已经能接受 因为它是你的宠物 所以你就是等于是 喂它吃飼料这样子 对 就等于把它当飼料一样 加上人 吃牛吃猪是一样的意思 那像如果说 除了喂食这个方面 其实一般养蛇 还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 其实最重要是温度 温度 对 温度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温度太低的话 它好像不吃 对 所以你要把它调到 它很适合进食的温度 生存的温度这样子 大概是几度 平均是25至30度以上 其实还蛮温暖的 对 蛮温暖 不要太热 太热也不好 因为它会热摔及之类的 对 所以一般我们会帮它 如果说像有时候冬天很冷 寒流来了怎么办 其实我们会建议帮它做加温动作 加温 像你这样搓一搓吗 这不过 其实它如果真的很冷 它会喜欢待在我们的手上来 因为毕竟我们会有体温 对 会有体温 但是一般如果在冬天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帮它装个保温灯 或是说在它的下方铺个加温垫的东西 然后去去 维持它的温度 对 一方一来 也是说它如果吃了东西以后 可以帮助它消耗 有足够的热度可以帮助它消耗 好 我看它们在你们身上 踩来踩去 我就立刻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像它们一样的蟒蛇 长到比较大 你把它玩一玩 其实突然捆是还好 如果通常我们遇到说 突然把你捆住的话 它不可能把你咬住捆住啦 那几率是不要低 只是说一般它如果捆住你的手 或是你的脖子 为什么它好像非常听你的话 感觉像在玩绳子一样 比如它现在捆住 因为我不要拿好了 等一下 比如它现在捆住我的手 一般你不要抓身体 你抓这边它只会 捆得更近 越紧而已 通常我们就会教个人说 你可以从它尾巴的地方 这个施力点 你只要这边一把一扳开 其实它 它就松了 它就可能松脱掉 所以万一是不小心 捆住脖子 也是同样处理的方法 从尾巴弄不开 我们都建议抓尾巴 你不要去抓身体中断 或抓头 它只会越累越紧而已 有人在养有毒的蛇吗 台湾我听说有 但是不多啦 不多 因为毕竟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在 对对对 咬到有的生命学生 看就拜拜 对啊 而且如果说是 大部分我们如果是养 虫物蛇是比较没有毒的 他们还是有可能会攻击我们 万一不小心被咬到 咬伤 其实他们真的有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常常接触他们 我们也是有被咬到过 但是它咬到 它其实有时候是吓到 它因为它攻击 它咬到只是很快这样 咬就很快就放开了 嗯 对 它不会 所以会流血吗 一定会 因为它牙齿细细尖尖的 其实有点像被针扎到那种 感觉啦 而且它速度很快 所以你只会那种吓到的感觉 这样而已 其实不会真的说 哇 好痛喔 那么痛的要是咬过 李先生有被咬过吗 有 其实蛮多的 到底什么机会之下被咬到 基本上来讲都是 可能喂完时候没有去洗手 然后忘记了 喂完咯 可以然后去摸一下 结果 它就会过来 因为它把你的手当成那个小老鼠 对 因为手有气味 而且你刚才温度又刚好 就它这手 它嘴巴就会过来 然后呢 其实躲的机会 根本没法躲 因为太快了 它可能下来的时候 刚才是你眨眼的瞬间 它就直接咬到 想不到养蛇 也有这么多的细节要注意啊 下段节目中 更多有关养蛇重要的知识 和小配方介绍给大家 基本上是个不太认 不太认主人的 对 它其实不太认主人 因为它眼睛其实看不到 它只是用认气味的 所以我就看到你身上这只蛇 它一直在吐舌头 吐舌头有特别的意思吗 认气味 就是附近的气味 附近的 不是在认你的气味 没有 它是附近的气味 对 它认气味的时候 像这种蚂还是很多 热感应夹窝 对 并不是说有些用舌头来认气味 它其实用热感应的 所以它还是不同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还是蛇的本性不一样 你看有的像你们一样好活泼 有的一直在睡觉 蚂类其实会比较 像蛇这么好动 这样蚂类它其实长到一个程度 就比较懒了 就比较懒了 那是不是养它就比较不好玩 因为它都在睡觉 可是养它一个好处是 成就感啊 成就感是 越大只 哦 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那是越来越大只 那成就感会比较好 像我们是不是养蛇 也会有分 大家喜欢的品种 很热烈追求 尤其像这种玩家 玩到一定水准的时候 它们就会去养 可能比较所谓贵的蛇 会有这样子 有有有 一定会有 因为其实像 这种 这些玉米蛇其实很多 都是由国外去改良出来的 会有不同的花色 而且它颜色很漂亮 跟其他蛇比起来 对对 那现在其实玉米 除了玉米蛇以外 像我目前拿这个就是球嘛 球就是大球的那个球 因为它的习性就是 遇到威胁或危险的时候 它会把自己说成像一团球这样 而得理 对 只是说 这种状况 这种状态下 其实在人工的思想像 球了 它就不会这样 因为它已经习惯了 它觉得没什么危险了 对对对 谁就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蛇 而且感觉它其实没有很长 它是算粗短型的蚌类 所以不会像说一些像 红尾蚌啊 免电蚌啊 是一般可以到到 四米到七米左右的大型蛇 所以像我们一般的丑物蛇 养到最大只 最长 可以到多少 最大的蚌 现在比较多的话 比如像有 免电蚌 网文蚌 跟生蚌 这三种是目前 台湾人在养有点比较大只 用吃人的那个 大芒和血兰花 有没有看过 对 那就是生蚌 所以它可以长到那么大只吗 还是那是电影而已 电影而已 可是正常啊 母的话其实还蛮大只的 所以真的可以长到很大只 对 其实很大只 基本上母生蚌 四公尺跑不掉 四公尺 哇 四公尺可以从这边到那边 那么长 粗度的话其实蛮粗 大概这么粗的 一定可以到那么粗 宠物 宠物有人养到这么大吗 有啦 但是你必须要有 那个空间 去饲养它 对 因为一般家里恐怕 应该蛮可怕吧 走进去整只蛇就再满了 因为实在太大只 还好还好 其实他养那么大 其实不会说真的很恐怖 因为毕竟他已经养那么大 跟人相处也很久 其实他们 比较不会有攻击性 而且他们也很懒 大部分他们都趴在那边 就不动这样 对 就不动 等人家喂 很多人都很怕那种蛇 那种滑溜滑溜的感觉 但是其实对你们来说 你们不但喜欢滑溜滑溜的感觉 而且它会分辨它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大概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触感 其实每只蛇的触感 其实都不太一样 像这个的话 它其实比较粗一点 哇 这一只好大只哦 这一只身长大概已经有130了 这一只你养多久 这一只 大概也才一样 差不多两年多而已 嗯 它的花色也蛮漂亮 对 它这就是红 红微蓝 它是蓝类的 它红微蓝 它其实里巴是红色的 对它颜色不太一样 嗯 好 我想 我想 那个 如果说像那个蛇 价格是不是也有差很多 价位还是有差 一般 比如 我刚刚所拿的这个玉米蛇 好吧 借我玩一下 对 不会啦 其实它蛮乖的 很乖的 这是目前在台湾最多的女 所以应该是最多的 对好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了 养蛇的女生多不多 其实为数不少 还是有对不对 有 所以还是有不怕蛇的女生的 很多 让我来 你一定要给我两只吗 可以给我一次就好吗 我想要慢慢渐进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橘色的好了 橘色的 所以你觉得养蛇的女生 为什么他们不怕蛇 喜欢蛇的人就真的不会怕 其实这种 不是猫猫狗狗的东西 其实怕种类就是这样 好吧 它的触感比我想像的 当你喜欢你就会喜欢它 你不喜欢你永远都不会喜欢它 它的触感比我想像的粗一点点 有点鳞片的感觉 有他们有 因为每种蛇的 它要去哪里 鳞片触感都是不一样 好 所以你们会一直让它 不要一直往上爬 要一直维持动作 对其实你可以 下午一定要喂喂蛇掉下去 你可以顺着它走 顺着它走 顺着它爬行的方向 对就像我们手方式这样子 哦 就是让它有地方可以爬 一般我们保安蛇 就是这样顺着方向 顺着它的爬行方向 蛇其实还蛮干净的一种动物 对其实蛮干净的 通常他们如果在这边扁扁 很少会再跑去扁扁那一边 对对对 哦 蛇会扁扁 对 会 它其实 就像我讲的 它其实 大过的地方 这样 有没有 直接看它其实像它扁扁的地方 哦 它不会再扣进 那养蛇会有味道吗 因为像狗阿妈 大家最讨厌那种臭味 就是大便的味道 如果是说蛇本身 它其实没什么味道 它没味道 它主要是 味道是它 它有什么 它的大小 它的味道而已 就是大便的 喂喂 它要穿到我的衣服里面 你觉得像我一跳 它往我的袖子里头钻 爬虫类本身是不会有体味的 嗯 爬虫类是不会有体味的 好 它一直想要找地方钻 所以我要让它有地方钻 那像大蛇就不会像这样子一直钻 对 你看它 我小张这一只 它就很懒 它不会其实一直钻一直钻 嗯 那所以你养它的快乐就是 幼蛇比较会啦 可是像 这种亚神或是成体的蛇 就比较不会 它肯定在懒 就躺在那边不想动 嗯哼 对啊 那像你有沒有梦幻蛇种 你现在很想养的下一条 其实还蛮多的 真的 你也很爱就对了 对我非常爱蛇 其实说要养是养不完 嗯 对 我知道好像也有人养猪鼻蛇 它是不是也是一种 有 我有养 你也有 对 我也有养一只 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 每一个蛇 我们看起来都很像 可是你们看每一条蛇 长相都不一样 对 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会观察是 欣赏它的花色 还欣赏它的头 主要是花色 对 花色 它花色其实蛮漂亮的 那你们看到陆肖有人养 带那个蛇皮皮包 会有什么感觉 心痛 其实还好 其实也还好就对了 因为那蛇皮 可能是从野外交过来的蛇 如果说买蛇 好吧 最基本的 也是最原始的问题 就是会很贵吗 如果我想养蛇 一条蛇 像这样一条鱼皮蛇 要不要花到 如果从优点的话 一般其实 最便宜最便宜 一千块以内就有 那其实还蛮便宜的 对 那价格的高低 最贵的话 其实是看品种的稀有程度 我觉得我的手好忙 我还是让它先回去 因为它必须要一直动它 不然它会往前跑 因为我们有些物种 其实小只不一定便宜 大只不一定贵 只是看它的稀有程度 稀有程度 像你手上的玉米蛇 跟这个 现在你所说的 另外一种的球猫 它应该就不一样 它尺寸一般是在三千块左右 嗯哼 对啊 但是因为这种是便宜球猫 如果是一般的球猫的话 是大概是一千块左右就有了 然后因为这种 美国有在基因改良 所以它改出了很多花色 跟不同品种 你知道新改良出来的 越稀有它单价一定越贵 一只动辄 好几千块到好几万块以上 最贵最贵现在国内的蛇 应该会是什么 我们曾经有卖过的最贵的蛇 一对大概要三四十万左右 那是什么蛇 那是地堂蚂 莫瑞蚂 我目前我今天没有带来 就是比较特别的蛇族 在我们爬虫市场上 人间度非常低的蛇 你先生会觉得养蛇很花钱吗 不会 它其实活着率不会很高 就像讲的 就是一个离拜喂饰嘛 你像我养了像七八条的话 那其實一個月活值費 也不到一千多塊 那你會去觀察他 你好像今天生病了 還是覺得蛇妻看不太出來 對 其實看不太出來 可是他如果生病的話 就可能不太會吃了 就要食慾不好這樣子而已 餵食時間到了 餵養餵的時候 請他怎麼不吃 這禮拜不吃了沒關係 我想餵下個禮拜應該會吃 後面怎麼越來越不吃 就覺得很奇怪 可能就是生病了 對 平常食慾很好 為什麼我們食慾越好 越越差 那生病怎麼辦 就是看獸醫啊 所以還是會有看 就是帶去給獸醫 一般的獸醫院還是會看什麼 還是要特別的獸醫院 其實要特別一點 像飛犬貓的 看到飛犬貓型的 像看到蛇類啊 蜥蜴的那種 蛤蟲類型的獸醫院 對 台北其實還蠻多間的 就你們來說養蛇 除了說把玩他 有沒有人會相信說 蛇 以為今年是蛇年嗎 你有覺得養蛇會來詢問的人有變多嗎 有 多多少少 真的還是有 對 再加上一些相關報導 一定會好奇啊 但是你們會 好 最後我們就建議一下 就是你真的想養蛇 你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其實我要建議的話 就是你有辦法照顧 因為爬蟲類不比一般的貓狗 他們有的甚至瘦病可以更長 十幾二十年以上 你要有熱情準備 你要照顧牠這麼久 還有牠是吃耳料 不是吃飼料 對 所以你要能克服那個心理障礙 就像李先生剛講的 要能夠接受那個 看到牠生吞活吃老鼠的那個過程 那如果說真的有人養到一半 好吧 我交了女朋友 我女朋友不想我養蛇 那我的蛇怎麼辦 一般其實我們不建議牠野放 因為這樣會破壞生態 其實如果你真的不養人 你周遭如果有人 剛好也是在養這種東西 你看要不要送給牠養 或是說把牠帶回來到我們的店裡 我們店裡都有做回收的動作 就是送還給寵物店 所以你們還是會去收別人不要的蛇 對 基本上會幫牠帶回去 因為總比你把牠丟到野外 牠不一定能生存 而且真的不好 會破壞整個台灣蛇類生態 其實就像我們養狗養貓一樣 就是養牠就是要照顧牠 對 所以人家 你這很喜歡狗 牠可以陪牠綜老 像我們我叫爬蟲類的 真的很喜歡牠其實 二、三十年其實也沒問題的 對 今天非常謝謝李先生 歡迎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你帶來那麼多蛇的知識 來介紹給我們 謝謝你們 謝謝